10月23号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纽森 开启了为期一周的中国之行 10月26号,纽森现身北京燕西湖畔出席长城气候对话 他在致辞中表示,希望在绿色发展方面 听到更多来自中国各个地方的看法 并开展更多务实合作,这也是他此行的目的 当天上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了 中国近年来应对气候变化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措施和行动 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王立霞,江苏省副省长方伟 广东省副省长张绍康,海南省副省长顾刚 四川省副省长田庆营依次介绍地方环境治理与绿色发展情况 纽森表示,这次谈话让他真切感受到 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拥有共同的目标 这是纽约的 这是纽森2019年当选加州州长以来首次访华 他也是新冠疫情后首次访问中国的美国州长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办公室发布的声明 纽森此行旨在推进气候行动与合作 促进双边经济发展和旅游业 并鼓励文化交流 纽森在会后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样的面对面双向交流 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合作关系 对于双方都有重要意义 我认为我们的健康的生活质量 因为灵状灵状灵状 我可以确认你这种情况是在美国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的灵状灵状灵状 我看过城市业业被砍掉到地上 它们是中国的美国和中国的未来会决定的未来 所以我来说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问题,有很多问题 但也有很多问题的问题,而且是 mother nature 当你看这个问题的问题, 70%多的温度是大和小的市场 所以,市场主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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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这个目标的目标 这些目标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些目标的目标